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严肃鸡 买了这样的整鸡腿 那小腿部分呢 筋比较多 不合适做严肃鸡 我们就用鸡上腿 用这个部分 那通常你买这个部位的时候 它都会带上这样一根骨头 然后呢 这个骨头里面 还带着很多的内脏 所以如果你喜欢 连骨头一起炸的话 你这边一定要弄干净 要挖得很干净 挖到建骨头 否则呢 你就腌着这个骨头 一刀把它切了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它的屁股 你也可以把它去掉 接下来我们先要把 这个两个部分分开 大腿和小腿之间 它有一个关节 所以你刀下去找 在中间的位置下刀 它是一片软骨 所以你就很轻易的 就可以让它下来 然后皮留着 拆骨先 拎起这里的骨头 刀下 腌着骨头 往下走 然后碰到骨头了就避开 骨头剔下 骨头剔下 切成一块一块的 长条方形都行 全部切好后调料 黑胡椒鲜 黑胡椒鲜 如果你不喜欢放黄酒的话 那你就多赚几圈 然后放些老抽 大概再放半个tispoon这样子 因为我们用的是新油 所以它炸出来以后会白乎乎的 不太好看 然后浅浅的四分之一tispoon的盐 少放一点 硬淡物咸 因为你淡了可以救 你咸了就救不了了 再放差不多的糖 掉掉鲜 接下来这两样呢 可有可无 一个是辣椒粉 一个是增染粉 那如果你家里有 然后你喜欢的话呢 你可以少放一些 最后呢 就是一勺淀粉 面粉也可以的 如果鸡肉太湿的话 你可以放两勺也没有问题 待会我们就是炸嘛 这么多块鸡肉 来平分你这个一勺粉 那个厚度也差不了多少 拌匀 给它停留个15分钟朝上 我们再开始工作 倒上地瓜粉 不要一小加的太多 等一会儿逐渐逐渐加 地瓜粉呢 它比较粗 它有一颗一颗的颗粒 炸好后呢 很松脆 而且不太吸油 把腌制好的鸡块 放到上面这样裹一下 稍微用一点力 这个时候呢 你不要急着去先开油锅 你等它全部好了以后 我们再开油锅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几分钟的时间 让这个粉吸到一点水分 然后可以粘在这个鸡肉上 全部裹完 准备开火 这里呢 一裹 站长就打扫好了 那你也可以留着放冰箱 以后勾芡用 我们可以分两次炸 这样就不需要太大的油锅 用筷子试油温 快便冒小泡泡了 这个油温就差不多了 下鸡块 如果现炸现吃呢 教你一个懒方法 你就可以把它油温 添低一点 时间呢 稍微长一点 慢慢炸 它也会炸得很脆 但是起锅前呢 要大火让它控油 那循规蹈矩的话呢 我们就要复炸 第一炸的时候 大约是五六分钟这样子 看你的那个鸡块大小 七八分熟这样子 就可以捞出来 捞出来 这边凉着 再下第二锅 这锅再好后 再撩起来 第一锅回炉 给它覆炸 复炸的时候 火要开大 时间不要停留太久 两分钟左右 它变金黄了 像这样子 就可以起锅了 好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